近日,青年演员肖战已经投入到新剧《藏海传》的拍摄工作中,可谓是马不停蹄。 无份衔接,这段时间网上有所谓的知情人频频报道肖战,称肖战是娱乐圈里的戏痴。 敬业的态度堪称学习楷模,非常优秀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能够大红大紫。 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努力和敬业的态度。 肖战这么多年如一日,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。 据悉,网上有知情人爆料肖战是娱乐圈里的戏痴,还称肖战敬业的态度是学习楷模。 难怪能够大红大紫这么多年过去了,肖战的影响力依然很大。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,也是一位正能量偶像值得追随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并不关注,纷纷表示会继续支持肖战。 这段时间肖战一直都在剧组拍戏。 主演的新剧《藏海战》已经开拍了。 肖战、张静怡和导演郑小龙还在线下聚餐,也是为了彼此之间更加熟悉。 不管怎么说,只希望肖战可以顺顺利利。 拍戏也好,生活也罢,会继续支持,不离不弃。 总之祝福肖战,2024年即将开启。 肖战一开始就展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状态。 相信2024年能够延续下去。 作为小飞侠,大家的态度亘古不变。 一如既往陪伴在肖战身边。 支持肖战和肖战一起努力。 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,肖战顺顺利利。